常常看到寶寶一個人躺在那裡的時候 他就一直在踢腳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有可能是過動 有可能是過動 他如果不動我比較擔心 就是他還有音樂細胞 哈囉大家好我是布朗小姐 簡單帶大家認識寶寶語言 那一位0到1歲的寶寶 他的口語能力還沒出來 還沒辦法用嘴巴說出自己的需求 他只能用身體的肢體語言來表達 在這之前呢 我們可以交給寶寶一些手語 寶寶手語呢 就會是一個很好的親子溝通的工具 讓媽媽看得懂 爸爸看得懂 阿姑媽媽也看得懂 寶寶到底在說什麼呢 所以平時我們就可以交給孩子一些寶寶手語 讓他自己主動的表達自己的需求 那我們今天要討論的情況是 有些寶寶媽媽會問說 常常看到寶寶一個人躺在那裡的時候 他就一直在踢腳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他會不會有過動啊 那我們來看看大家的想法是什麼吧 可是我覺得寶寶本來就很容易會踢來踢去 他如果不動我比較擔心 動本來比較擔心 對 他可能很嗨的就是想踢 想伸展 然後就是 腳 腳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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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他就是喜歡去伸展他的小腳 壓 不是過動啦 對啊 很正常 正常 在我來看是很正常的狀態 所以一種就喜歡 就開心啊 我覺得小孩子開心的時候 手腳容易有小動作 有可能是過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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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對 所以就是還是要決定去看衍生 對不對 先 先用棉被把他的腳綁起來 先綁起來 哇 你 你是不是後來蹲腳腳很可憐 不會啊 不會啊 就是一種矯正 像我們如果駝背的話 是不是也要用一個固定的 這算是一種矯正寶寶 從小開始矯正 你就跟斗腳一樣是習慣嗎 你覺得是習慣 就他可能某一次踢腳之後 然後就有被注意到 之類的 寶寶就 就會特別愛踢 對啊 就跟斗腳一樣 所以你覺得不一定是不一定 不一定 因為可能他就是一個心情像 就是他還有音樂細胞 所以他想 表達他的情緒 對 OK 因為他只有四肢可以動 應該不會吧 因為寶寶通常 就我的認知 雖然我沒有寶寶啦 對 就我認知寶寶本身應該 他就是會一直想動 一直想動啊 所以踢腳只是他一個 很自然的動作吧 就跟手帶揮的感覺一樣 嗯 我猜啦 我猜 應該是 蠻自然的 覺得他如果要動不動 可能還要關鍵他到底這種東西 很多媽媽分享 就是寶寶的那種影片 他們好像也是 腳會一直這樣動 他本來就很愛踢腳 對本來就很愛踢腳 那你覺得是 為什麼愛踢腳 就很興奮 哦 興奮 那什麼意思 那你覺得是什麼意思 這應該只是 有時候可能在 發洩自己的情緒吧 然後 在最小 很想想想的時候 可能是那個肚子 那個腸子那邊 他們要運動 那如果有點問 蠕動他們是腸子 所以他們會用踢腳的方式 去做蠕動 然後另外就是認識自己的腳 覺得很好玩 OK 當發現這個 他們是覺得 剛才我看到腳腳在動 就覺得很好玩 就一直踢 哦 對啊 這不會是過動啊 那樣子 沒錯 如果寶寶躺在床上很放鬆的踢踢腳的話 代表他在告訴你 我很開心哦 我們大人很多時候啊 會關注在孩子的負面情緒 譬如說他一哭我們就會很迫切的去關心他 但其實關注孩子的正向情緒也是很重要的哦 所以如果我們在孩子很開心的時候 教給他開心的手語 問他說 你現在是不是很開心啊 讓他知道現在這個美好的感覺就是開心 你現在是不是很開心啊 你想要玩嗎 所以今天的兩個手語是 開心跟玩 開心 在胸口 開心 你想要玩嗎 玩在頭的旁邊 玩 那我們玩的手語可以在家中問他說 想不想要玩這個玩具呢 或者是出門的時候看到有溜滑梯 可以問他說你要不要去玩 或是你要不要跟其他小朋友一起玩 玩 就不會用鬧脾氣的方式來表達了哦 我們來複習今天的兩個手語 開心 在胸口輪流 開心 玩 在頭旁邊 玩 今天的影片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如果想要學其他手語的話 記得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哦 今天的影片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和分享哦 我們下次見拜拜 拜拜 拜拜